裡面給的是很高幹的方法 所謂很高幹就是通通用程式寫 通通用迴圈寫 可是對一般來說 這樣子實在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一般基本上 你可以不一定要第一次就寫程式 第一次你可以用什麼? 你用靜態的寫 可以啊 我們上禮拜不是講 用那個他還是一樣 第一階段我需要給我分區的訊息 分區的訊息我可以用動態 用程式寫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寫好之後 秀出來可不可以啊 沒有說不行啊 對不對 你也可以寫成靜態的 就是說多做幾頁而已 結果也是一樣 對各位來說應該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 叫你們一下要把程式寫出來 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分佈 step by step來看 那第一個 可能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資料來源 因為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這一個啦 這個不對 應該是在哪裡 這個是錯的 我自己再找找看 好像之前是找旅館 找 這個是我們這個是旅館 飯店 是不是 所以 關鍵字是不是有錯 看一下應該是飯店才對 所以這裡的話呢 把它改一下叫飯店 是不是飯店 好像 飯店看一下 搜尋一下 應該是這個吧 看一下 檔案 下載 好像又不是 這個 那正確 最簡單找到就是在哪裡 乾脆你就找這邊就好了 找那個我雲端上面有補充資料對不對 來去台北 這邊不是有一個網址 UI喔這個 你可以按上面開啟 開啟之後 就把這個網址call過去就好了 絕對正確 這個網址C 然後在這邊貼上 開一個貼上就可以 貼上之後 那再把它轉換為什麼呢 編碼這邊也嗎 改成UTF8 就正確了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第一個是Name 然後是什麼 福泰國際 等等的 OK 那就會是正確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 剛剛好像同學看到我 一看就知道是不對的 OK 所以第一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你在那個 Word裡面要做哪些事呢 就是做完這樣子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步驟 基本上就是先把它貼上對不對 貼上之後 再來做什麼事呢 因為我們尾巴一定是一個後瓜糊 所以我們全選 記得喔 先把它全選 Ctrl A 因為我習慣用快速鍵 你們全選的話 應該是在常用裡面的編輯吧 編輯裡面有個叫 全選的功能 是不是有個